指導身體語言 五歲考八級鋼琴 沒話好說 誰看這段短片 都會被這個六歲的男生成聰 好像鋼琴家一樣的錯維吸引 這位小朋友 五歲時已經考獲八級鋼琴 老師正是鋼琴教育家 邱世傑 邱Sir 成聰參與Doremi Limited 舉辦的Bumblebee課程 課程由邱Sir設計 一開始要小朋友先彈不熟悉的音樂 邱Sir見他彈錯音的時候 就會透過舉例來作出糾正 我們彈這個 想到有三層 好像有三個樓梯 第一層 第二層 你彈這個 你彈這個時候 你的面目 tension最大 邱Sir認為 江琴異景高深 小朋友未必明白 所以就用簡單的詞彙表達 小朋友彈奏的時候 邱Sir也會指導他的身體語言 吸收力強的成聰 很快就有改善 邱Sir認為每個小朋友都是獨立的個體 所以要恩財私教 好像成聰一樣 他手指短 人仔細細 但很有音樂天分 所以要多些上台演出 同時著重指導他的身體語言 要他明白怎樣演奏才可以改善琴藝 其實新的我們的奔波比樂課程 主要來說我們希望做到三個 就是我們的教學的理念 第一就是希望透過音樂 去發揮小朋友愛這個樂器的一個精神 第二就是透過音樂透過講琴 希望小朋友學到音樂藝術的真正的意義 第三就是嘗試透過這個講琴 希望令到小朋友可以封盛到他的生命